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次通关了呢 也算是补完了整个系列 今天就和大家来聊一聊这款游戏 尽量是不剧透啊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看 我还是希望把这种游戏的乐趣留给大家 那真是愿意被剧透的 那网上也有各种攻略视频 也可以看一看 大家现在看到的画面呢 是我自个儿录制的 最近连续几期啊 都用了塞伯利亚4的游戏画面做背景 但是上一期节目用来做背景的时候 录制的一卡一卡的 这不是游戏的问题啊 也不是配置的问题 这游戏配置要求不算高 也不知道为什么录的时候出了点毛病啊 这会儿应该是没问题 那塞伯利亚系列啊 是由比利时的漫画家 贝内奥特索卡尔所临闲制作的这样的一个冒险解谜的游戏 游戏的主角呢 是Cate Walker啊 以她为主角 四座剧情是一脉相承 讲述了一个充满谜团 跌宕起伏的冒险故事 令人感到非常遗憾的是 索卡尔本人呢 最近去世了 所以或许四代啊 就是最后一作 意味可知 加上冒险解谜这个曾经大热的游戏类型 如今也是日薄西山 所以从某种角度呢 我愿意把这一作啊 当作是冒险解谜这种游戏的 也当作是这个系列的落日余晖 夕阳是灿烂的 绚烂的 所以你要停车做爱 风零晚吗 不是车正啊 朋友们 这指的就是你想西洋西下 然后看到这个枫叶如火 那种感觉一定是一副极为美好的画面 因为西洋把一切都会映照的那么美丽 但是西洋又是充满伤感 因为就是这个西洋的光芒 无论是多么绚烂美丽啊 它终究是要被黑夜接管 而朝阳再起的时候呢 就已经是另外一个世界 所以我想这种冒险解谜一类型的游戏 我就真的是把它当作落日余晖 我把这个塞伯利亚4也认为是这一个系列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完结 因为最后故事形成了一个闭环 所以我想如果真的有一天朝阳再起的时候 成了另一个全新的感觉 也不错 起码这一次把故事说的挺完整 那正如之前所说啊 塞伯利亚之谜4呢 它是一个冒险解谜游戏 这类游戏从最开始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冒险道开始 玩法上似乎也没有太多的改变 核心玩法始终是剧情和解谜的部分 而对于操作的要求往往是不高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没有难度啊 它只是不会要求你操作多么畅快 什么多么反应多么迅猛 对这个头脑还是挺有难度的 因为有些谜题啊 真的是令人抓狂 那本作的谜题 就我个人而言不算是太难 可是也有几个谜题让我少少的卡了一下 这主要是几个原因造成的 有的时候谜题解谜题就像我们小时候做题目啊 上学的时候做数学题做什么题一样 有的时候卡住了就是卡住了 不会啊就是不会 因为你就是因为想不到这个点 你才会卡在那 就说一卡啊很痛苦啊 因为这游戏也不热 网上查一查也没有文字攻略 有视频攻略我也懒得看 所以我就在那思索半天 有一两个谜题会卡什么 二分钟半个小时都是有可能的 这是一个原因啊 就是自个想不到 另一个呢是因为这个游戏的视角啊 你说它锁定也没锁定 你说它不锁定吧 它也是基本锁定 你所能够转换视角的范围啊 非常有限 所以有的时候一些解谜的关键点呢 会落在你不大经意 或者不大容易找到的地方 有时候找不到这个解谜点 当然也就卡在那啊 所以小卡一下 而且它对这个判定比较严 比如说一个东西 你要把光标移到啊 我是用手柄操作的 但是还是有光标 你要把光标移到那个最准确的点上 才会出来这个互动的提示 否则你在那大范围的晃一晃啊 晃不出来提示 像我记得最后那个机器人的那一个地方 有一个东西要打开 我转了我就感觉这有东西吧 可是转了三四次没找到那个互动点 后来是卡的 想来想去除了这不可能有别的地方 有问题了 就在这等于说是那种 地毯式的用光标 这样上上下下上上下 似乎才找到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也会这样的卡住 但整体谜题 其中有几个谜题还是挺有意思的 而且这个有时候谜题难呢 它也不是说就让你玩不下去 因为一旦你解开这个谜题 所获得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完全不亚于你在什么那种 难得要死的动作游戏中 什么无伤攻克暴死的感觉 还是很有很有一些成就感的 那谜题的部分是这样 剧情呢 剧情从来是这个系列最大的卖点之一 这一系列的剧情呢 这一作的剧情啊 整体来说 我通关这我认为是令人感动的 系列的剧情因为是紧密连接 所以制作组呢 也很贴心的加入了一个前情概要 我也看了一下 从一代二代三代 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但是我觉得作用不大 因为很精简啊 更像是把一代二代三代的预告片 给剪了一下 放在一块一样 所以这个前情概要呢 聊甚于无 你真正说想要完全弄明白 前三代发生了什么 仅看这个剧情概要是不完成的 你起码要网上找找什么视频啊 找个文字类的东西看一下 那这一作的剧情在时间线上 是紧接着第三代 三代的末尾啊 Kate被抓住之后 然后被关到了这个 一个这个 类似于劳改营啊 去那挖矿啊 在那儿 这个三代呢 Kate的故事 就是从矿坑中啊 被囚禁的矿坑中 开始自己的故事线 但是和以往不同的是 这一作变成了一个双线叙事 有两条线交错进行 一条线呢 发生在二战期间呢 讲述一个虚构的国家 瓦根 这个瓦根呢 在游戏中没有做特别详尽的交代 到我们大约可以理解为 德国的周边的一个小国吧 也好像又有点靠俄罗斯 因为他这里面又出现了 Devil Pass 就是那个特拉 这个达沃夫啊 那个达沃夫事件那一条啊 出现过登山雪崩的那个地方 所以反正大概是这样一个地方 说德语 然后呢 里面有类似于犹太人的设定 这个女音乐家呢 你就可以为她理解为 她是一个犹太人 所以这二战期间呢 遭到迫害 这个是讲述一条线 讲述这个年轻的瓦根 女音乐家的故事 另一条线呢 就是系列的主人公 Kate Walker 讲述了她 寻找她从矿坑中中逃出来 然后寻找女音乐家 和自己的关联之间的故事 因为她无意间发现了 一个女音乐家的这个肖像话 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跟我长得呢 像得不得了呢 这是不是有点什么关联 她又展开了这个探索的故事 故事当然是分开推进啊 因为它是跨越时空的故事 Kate Walker的故事发生在2005年 而你音乐家的故事 发生在二战期间嘛 所以它是分开的故事 但是中间又有跨越时空的互动 不是超自然的跨越时空 大家看这个处理是挺不错的 有点类似于 这个规伍者三 五百年前在这种下一棵树 种下一棵种子 五百年后就成了一棵树 你就可以爬这棵树 类似于但是不一样 那个其实从时间线上来说是 就是规伍者三啊 从时间线上来说是说不通的 但是这个是说的 比如说 你切换到这个女音乐家啊 看到她当年把这个钥匙藏在这儿 几十年后 你再到这个破旧的宅子之后 你知道这个地板上有个机关 你就可以把它当年藏的钥匙拿出来啊 类似这样的一种助理 所以交互进行 最后绘成一线 故事整体是令人相当的感动 尤其是人物塑造方面啊 我觉得琢磨慎重 这个是在我玩的相当多的游戏里面 我认为人物的这个就是描写是相当细腻的 又有很多感动之处吧 虽然剧情不能说百分之百的无可挑剔 但整体我认为是OK的 通关之后呢 也还是心中有一丝波澜啊 它是有回甘的 它是能够让你反复回味的 所以这个剧情我认为相当的OK 画面方面呢 我觉得很优秀啊 令人印象深刻 冒险解谜类的游戏 其实也不光是冒险解谜啦 理论上啊 如果是以叙事导向的游戏呢 都应该尽可能的把画面做得更好 因为优秀的画面可以增强信念感 说白了就是能够让你更好的 带入到这个故事里边去 对吧 那实际上塞伯利亚之谜4 我认为也做到了这一点 不少场景啊 刻画的相当的优秀 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那个迎之境避难所 然后看到这个魔鬼山口 看到这个 这个暴雪天里边啊 这种感觉做得很棒 然后音乐广场里面各种机器人 那种栩栩如生的感觉啊 还有这个 其中还有几个场景吧 包括像这个水上列车啊 像在墓地里面啊 等等啊 都让人印象非常深刻 带入感极强 我觉得画面相当的OK啊 令人感动 音乐呢 音乐就像我一直说的 其实我玩游戏不太在乎这个 因为我也不太懂 但是本作的音乐 因为它跟故事有紧密的结合 加上其中有一些钢琴曲 确实非常好听 尤其是游戏中贯彻始终的瓦根赞美诗 这个钢琴曲啊 到了最后的一个场景之中啊 四手连弹呐 哎呦 这个真的是浑身鸡皮疙瘩都冒僵起来啊 哎呦 柳人们说你这个什么僵什么什么 到底是什么个句式啊 这个其实主要是明清的白话小说 最主要的我参考的就是水浒传 我很喜欢里面打浆出去 闹浆起来啊 这个如何如何 拿浆下来 所以我也经常喜欢这么说啊 总之啊 这个音乐也让人觉得很感动 所以综合来说 我对于这款游戏 我认为是非常值得一玩的 我甚至给出一种 当然前提是 如果你对于冒险解谜这种类型不排斥 如果这种游戏类型啊 节奏慢啊 稍微有点烧脑的啊 这种对吧 这种慢热的类型 你如果受不了 那就不用试了 如果你对于这种类型 不接这个不抵触 然后你希望啊 看一个感动的好的故事 你希望有这种带入感强的画面的 你希望有一些可以挑战自己的思维能力的谜题的 虽然其中有不少很傻 但其中有几个是还不错 如果你是希望这样的一个游戏感受的呢 我可以说是强烈的推荐 塞伯利亚之谜 或者说整个塞伯利亚系列 我认为都可以玩玩 就像我说的 这个真的是冒险解谜游戏的落日余晖 它某种程度上 让我想起了当年我玩的一个游戏 叫做进物 当然那个是不是 那个是这个 这个行政破案的啊 跟这个没有关系 或者说我们当年玩的这个幻象杀手啊 这种感觉 很棒啊 真的很棒 现在像做幻象杀手这个 他们都开始转向这种偏动作啊 或者什么的FMV那种感觉了 而那种纯正的冒险解谜类型的游戏 变得越来越少 塞伯利亚4算的是一个 并且是其中水准相当OK的 所以我觉得值得一试啊 通关了也和大家聊聊我的感受 现在秋处结束了 秋处的时候很便宜 等到圣诞大祝的时候可以考虑买 真的是白菜价啊 好 那这个 昨天的节目跟大家聊了 预购了木卫斯协议啊 结束了吧 我要准备玩一玩了 周末的时候呢 跟大家好好地玩一玩啊 我看看不知道游戏的流程 如果是跟死亡攻坚流程差不多呢 也许周末干一下可以通关 但是因为我周末还有 糟七糟八的事要处理 如果通不了就没办法 如果能通啊 礼拜一跟大家聊聊这个通关感受 如果不能通 也跟大家聊聊啊 游玩的感受 尤其是给大家是否要购买 提供一些参考的意见啊 所以那就是这样吧 好 那本期节目就是这么多内容啊 接下来广告时间 淘宝店啊 各种有趣的收费节目 游戏类的 非游戏类的 还是那句话 风简游人呢 真的是很多了 感觉 还想听点什么音频节目啊 接着闷儿 打打游戏啊 干什么着的 就可以去挑自己喜欢的买来听 总之 谢谢各位收看 也谢谢各位支持 本期节目到此为止 咱们下期再见